聖誕的投票不是那麼好呢,會不會電影人說你會有些擔心或自動化的方面呢? 當然我自己是在這行裏面,當然是有點擔憂的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行業都有一個調整期,我覺得需要大家去經過這次的票房,聖誕的票房 但是聖誕其實你問了一筆真心網具沒有什麼戲上的 聖誕那個節日,剛剛有很多戲都放在元旦才上的 現在元旦好幾部港產品的票房,香港也挺好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檢討的,檢討是什麼呢? 我們應該檢討一下我們香港電圈發展的方向,拍攝的題材 對啦,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從業員都應該去消化和檢討的事情 那麼聖誕馬獲得獎呢?有沒有發聲給他?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的其他? 很開心啦,袁香瑩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拿到最佳女主角 白雅之達都獲得獎,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那麼也都是對於他是一個很大的肯定啦 那麼希望接下來的各大班獎厲害可以再下一城 那麼令到他看啦,拿多點獎 那這套戲呢,都搞了幾年才能夠離手再拍拍 那麼現在會不會有些差點口氣的感受呢? 我覺得搞了幾年是應該,一個好劇本其實是需要不斷去剁磨的 那麼我覺得不,最重要是拍一部好戲啦 那麼你問他,票房也好,又可以獲獎 那麼是我們所有台前幕後的人的一個努力的認證 都怪我非常像,你有壓力而正主角 三張偉兒 對決勝身的爆發